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不是那麼簡單 牽涉到的事情 實在是太跨太沉 不是 你就要有這個 杨茜茜的這個 修造經過這個 專家學者的規範 又再規範 還要用在裡面 要怎樣 要怎樣 像杨茜兩日就好 如果要在立法院 要立一個簽刀的法案來說 那也要有一段時間 不是說你現在說到 這樣就可以簽了 不會那麼簡單 現在第一問題是簽刀 什麼是刀嗎 刀就是政府的總統 國刀 有國刀 啊有國才有刀 啊我們就要沒有國 沒有國就沒有刀 啊台北是國刀嗎 不是 先師傅而已 所以不是 您先刀 所以如果不是 台灣都沒有刀 什麼台灣要刀 喔 就刀 政治中心 不是刀 簽刀啦 對 就跟簽刀無關的喔 嗯 我們要把 政治中心 要放在 南北中 對對對 這樣就能改刀 這樣就 這樣就簽刀就對了 其實這個 刀的來用 那就是 出份啦 喔 稍微說 那個討 el 收都 好 喔 中華民國的 收都 啊 進了還在 南北中 對啊 站在 南北中 不然我站在 那個南北中 喔 對喔 所以啊 這就 雖說是簽刀啦 喔 啊 啊 啊 以前就有 簽了我們的 政治 動心就對了 對啦 雖說中華民國 sides 就是說台灣啦 喔 對啦 台灣就是 這樣說我說這樣 現在不算你知我知就好 可以做不能說啦 可以說的就不能做啦 知道就好 現在李小鴻告訴我 他是一個贊成前度 那當時是當局面總統 紅衣隊的獎金 他很贊成 不但贊成他提出很多理由 最多理由第一就是 台北一般這樣說 這不是李小鴻而已 很多人說 就說台北的地震 不穩定 以前說台北是台北黑黑 有一天會落地 不穩定 人家在建設什麼 什麼什麼 就已經到瓶頸了 那時候已經到了瓶頸 那個瓶頸會發生危險 這有一個問題 再來是說台北這邊 架度發電 靈靠架中集中 這樣對台灣整體發電 不公平 還是理由啦 那再來有一個人 有人說一個問題 就是說 發電槍 原住發電槍 對 就那個核能發電廠 核能發電廠的時候 有風險 核能發電廠都在 近台北的地方 台北沒有發生問題 小搜尋不去 一群要收到五六百萬的 那時候收到五六百萬的 那時候收到五百萬的 其實說 台北沒有辦法解決 這件事都沒有辦法解決 人家普通都沒有辦法解決 你還可以跟中國說 你不可以 不可以跟中國說 所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把這個收到 潛造 讓台北看的 味道一直膨脹起來 這樣 這是一個理想 他們都這樣想 大家 李小峰教授 或是都說 李小峰教授 有一個李小峰專欄 大家去看李小峰專欄 就可以清楚 不過 李小峰教授 他有五體 贊成說 提議就對了 提議說 拾來中興新村 李小峰教授是 提議說 拾來中興新村 李翁以前的 行政府的 要關閃 有的不的 那裡還有一片多的 人家要使用 來就對了 現在就是說 減民到 行政委 那裡有現場的 行政委 還要整理 還要蓋 可能會可以用 但是 可能有一個問題而已 有一個就是高通 高通 這樣行政委高通 這樣高通 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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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捷運也要 比什麼高通 到裡面 再來就是 高通 那裡也要 新政委 也要 設站 什麼都要 再來 再來 我同行政委 來想 就是說 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 是在山下 對 現在就行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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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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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就不是說 是台灣的山路 就對了 我們 知道 台灣的歷史 例如說 李小雯教授 他是 研究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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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研究台灣歷史 可能 忽略了一件事 台灣的 生命中心 是一定在生意 我們現在這樣說 大家都會 來想到想出來 說 日本人來台灣 後天 十三年來 日本人 開兩條路 一條沖關鐵路 沖關鐵路 對 你現在 想沖關鐵路 沖關鐵路由台北 到屏東 到高雄 下去 沖關鐵路 十四到台南 到台南 這樣 都會 對這個 山坂 對山坂 對山坂 才通過 那條沖關鐵路 沖關公路 由山坂 沖關鐵路 同樣是由山坂 沖關鐵路 現在發生了一個疑問 當時 譬如說 青條的時代 已經開這條路 我就 那條沖關鐵路 對山坂 那條沖關鐵路 那條沖關鐵路 是日本人來開拓的 日本人來開拓的 日本人來開拓的 日本那種政治 日本的政治 當然是相當積極 又很有研究 他為何把台灣開這條路 開於台灣的山坂 是啊 不是應該開在那個 北洋的所在 在北洋的加南平洋 下去 這是精華 直接打下去 這是精華 這是精華 所在的生產力 或什麼是這裡 日本人來開拓 口見日本人來的時候 台灣的生產力 中心是這裡 是山坂這裡 不是西坡這裡 是秋林地帶 對 還是山坂這裡 跟鐵路 中間這裡 不是 不是現在加南平洋 還是什麼 這個 鼻子這裡 那時候 那時候加南平洋 都還沒開拓出來 因為有那個水 對 對 很大油衣劑 用那個水 慢慢地打 慢慢地打 開下去 沙潤 還沒有開完就對了 這個地方 是 其實說 保養地 還沒有開完 還補新生地 對 還沒有開完 但是這個經濟 一百多當點 後來 那時候 那時候 現在台灣的 生產的 中心 什麼中心 是西儀 西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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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自己想的, 宋初如, 中文時代要摔一下, 應該是宋初如的意見很大, 他是姓長, 為什麼他要去那裡? 對, 我知道我是特色特大調的, 中文國人走到台灣的時候, 他前國的台北不是來台北, 現在都是台北, 現在叫台北天龍國, 其實天龍國是台中啦 大家貫穿特別多, 特別斤苦, 難創不了... 那是地瀨、國民民、軍隊那些 都是國民民民和貫貴 parameters 國民都要簽過的人都在台中,不是台北都在台中,是台北後來一直變成政黨在這裡,大家都在台北來,台北一直變成多姓人,一直在台中在這裡,其實不是這樣。 現在就是說,是安全人比較愛台中,可能比較少看外星人,在老公,福建廣東海邊的人,比較會想要去住高雄,交通的關係吧? 不是啦,生化觀念的關係啦,因為山上人要住山上,山上人都建立,浩都建立,晃要建立,晃要建立啊。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我住台中的貫穿住,住到城市,他們知道台中的天氣,跟他們公共某個地方覺得比較窩。 對阿! 他們說台北比較潮濕,說最近這樣落後,我們家就濕濕,超富美超富美那樣。 如果台中有風室儘管折騙的人,台北人說,如果冠去台中,住在那裡就減輕,沒有啦,那時候我住在台中貫穿的奶奶們,他們就這樣說,說台北住不住,還是要回到台中,怎樣怎樣 台中的溫衩,你年紀不住,是台灣最大的,那時都比較溫度,那都跟中國去那一樣,中國去那溫衩就很大,總共的環境比較要降,所以他們比較會去住那裡,所以我們看到外星人到台灣後要去住地區,要去住高雄, 这就是生活的经验和生活文化,更接近的关职业 我们就看得到东京新参与台湾官司政府参与 东京新参与 就跟我們一般的臺灣的南方形、海洋會繼續去 再來交通問題,交通問題是可以解決,但是很困難解決 所以這件事,有一個給予定平營,以現代來講 就像我們看韓國偉賴,韓國統計說要簽 我們要去方向的地方立刻,到底就重要了 人家操作 你別說什麼,國土要來那邊過,兩邊人就推土地 就蓋關局,一邊幾百萬、幾十萬 一邊看過獨屍、無屍、價錢隨便人看 所以台灣如果說要刷這件事,我們會帶動這個問題,會帶動這個問題 會有一個波動 現在不就說要刷到中央市場,這是李小鳳高雄贊成的,再來我們再看,現在看到那千多點,只差到屏東館沒有在政室而已 我們是海洋的國家 我們是海洋的國家 好啦好啦,我們現在要休息一下,反省為什麼不可疑 我們台灣當初也是台東花蓮,還有很多國王,那邊曾經是一個王國,怎麼會做不可以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等下李小鳳高回來,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說,都要不說到惡管去 尷尬 �